大孫哪一手呀 哪一手呀 今年才六花小朋友 就已经能够唱出嘎哈姆的传统歌谣 在到大家中心的高烈 能到观嘎哈姆文教教会 特别谈到今天是世界母语日 基本用母亲的娃来课功作语 从传统文化团成下去 很多的语言现在都快要冰临消失 然后我们嘎哈姆语 也在那个世界快要冰临消失的语言之一 趁着这个世界母语日这种潮流 全世界的潮流 我们一定要赶上 在这边做人最会出售官收北汇花窑 汇花小时时妈妈跟他们唱歌歌曲 阿嬷也带着孙到底来回想 让家母的文化不去使团以免开度作战 我们要做第一个 家母的家母要认真得好 所以我们要做和带他们 他们知道他们很高兴 导演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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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如說做書本或是之類的 把這些文化跟語言都保存下來 雖然把阿嬤還沒得到這名字 不過這兩三年來 在做人用心運作經營之下 已經越來越受到社會中心 要將北部做的文化發養公代 繼續跟他採訪報導